三個人交叉握握手 副總統辯論會王如雪立刻出招 鞠躬至借 試圖在為軍宅事件設停損點 話題轉個彎 拉近和選民的關係 有的人是富二代 有的人是官二代 但是我不是 我是老二代 我這世人 不能做過公主 我跟很多人都打拚的朋友一樣 我心裡不是無心生過 我想請問蔡英文主席 在你民間的時候 你曾經協助過任何一件性侵害的被害者 家庭暴力的被害者嗎 自動掠過陳建仁炮打蔡英文 王如雪 落袋意 訴諸悲情政績牌 不過陳建仁也是有備而來 國民黨選舉的時候很會喊火號 633變成了142 還今十年變成了南社八年的憂鬱 國民黨本來提名了女性總統候選人 後來卻用違反黨內民主機制的方式 把它換下來 能夠心安嗎 陳副院長蓋老人院 把老人跟家人鄰居隔開 像麻風病患被隔離 但似乎並沒有真的瞭解 自己到底哪裡錯了 玄人PK攻勢不斷 不再交叉火網內的徐欣穎 待到時間就猛推宋贏霈 不想被邊緣化 宋楚瑜 徐欣穎的組合 是兩個世代 一個希望 請大家相信宋楚瑜 徐欣穎 副總統辯論 藍綠菊輪流出招 在主帥登場之前互尬氣勢 輸人不輸症 記者中央日理事件 臺北綜合報導 以及網路